音乐、艺术、人文的美是无国界的 美丑判断更不应成为攻击对方的手段 近日中心社东新闻栏目约访中国著名美学家 南京大学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潘之常 潘之常说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人类社会延续数千年的悠久的美学 虽然东西方的美学研究方法不同 但仍然有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 在西方美学一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学科 我们称它为艺术哲学 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 它始终都是作为一门很重要的学科而存在的 它是以关心天地大美、人生之美、大美学 或者叫生命美学 但是最近一二百年西方美学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它们从艺术哲学开始转向生命美学 我们就发现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呢 有了一个殊途同归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 出现了一个可以彼此对话 彼此共商的美学空间 所以生命美学它理所应当要成为东西美学交流的一扇窗户 对于东西方的民众来说 如何从中弥合差异 实现相互理解与包容 潘池厂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于审美现象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 其实不是东西方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 随着西方从宗教时代到科学时代 再到美学时代 那也随着中国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 到强起来 现在呢又到美起来 那么扫盲就成为了东西方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 潘池厂认为 在东西方交流中 双方都应该秉持对话的态度 东西方的对话就是 问中有答 答中有问 回答同时就是提问 提问呢 同时也就是回答 东方的出现并没有使得西方失去意义 当然 西方的出现也没有使得东方失去意义 例如像为我独尊 像谁胜谁负 甚至像一死我活 诸如此类的想法 都是极其狭隘 也都是根本就毫无必要的 我们需要的只是 共生 共荣 还有一个是共存 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 它们之间是根本不存在冲突的 中文字幕才能够